昏暗天色下机车骑士在连接双北市的福河桥上赶路 一个没留意前方机车突然停了下来 机士来不及刹车直接给撞了上去 福河桥往公馆的这个下坡路段突然从双线道缩减成单线道 车道突然缩减加上一旁的分隔道占了不小的行车空间 导致福河桥光是去年机车车祸就上百起 还有205人因此受伤比其他桥路段高出两倍 中间隔着安全岛你可以看得到又要转弯又有分隔岛 两台摩托根本没有办法运行 所以我们也具体建议这个安全岛先打掉 议员要求将分隔岛从55公分缩小到20公分 让骑士有更多的行驶空间 负责桥梁工程的台北市政府承诺明年可以改善 拓宽机车道的话这部分有交控数据评估的话 目前我们新公处有在做福河桥的耐震补强 那耐震补强是从去年的12月开始 一直到105年的会完工 那中间如果要改善什么设施的话 我们都可以放在这一个福河桥的改善工程里面 一并去把它撕做 拓宽工程预计明年9月完工 剩下大约一年的时间 机车轴行经福河桥给自己多留意 以免发生事故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事故